龙婆炎2547年古灰古曼 龙婆炎是泰国佛教界的宗师 同时以制作古曼铜而闻名 他师从于龙婆爹 龙婆爹是本世纪首位制造古曼铜的大师 对于佛学佛理和玄学法术均有很高深的研究 在佛牌收藏者中 龙婆炎的古曼铜是继龙婆爹后最有名的 不管是佩戴的还是供奉的 因为继承了龙婆爹制作古曼铜的方法 龙婆炎的古曼铜同样是非常灵验的 龙婆爹的古曼铜是最好的同时也是很昂贵的 所以如果您不想花费很多钱 拥有一款龙婆炎的古曼铜也会有同样的效力 龙婆炎出生名门望族 因为家境富有 龙婆炎就不像其他小孩要寻找生计帮助家庭 他一有空就到三岩寺去玩 七岁就经常到寺庙帮忙龙婆爹搓泥土 铸造古曼铜为古曼铜上金漆 所以龙婆炎是最早跟随龙婆爹的徒弟 当时龙婆炎还小 只是抱着玩耍的心态 龙婆炎从小就对玄学感兴趣 长相庙里的僧侣 学习经文禅学等知识 龙婆爹见他很有天分 就教了他不少法文树立 尤其是关于铸造古曼铜的秘诀 更倾囊相受 龙婆炎年幼时曾穿上白衣白裤 跟随龙婆爹一起进入深山修古行戒律 后来成为龙婆爹护法 并从中了解掌握许多古行禅定的法门 于佛利2481年5月2号 龙婆炎决定剔度于三岩寺 许多年后龙婆炎升为副主持 协助龙婆爹振兴庙 龙婆爹元季号 升为正主持管理三岩寺 此尊古曼加入龙婆爹留下的派古曼粉 七粉土 七庙土 大量骨灰捏造而成 龙婆炎师父的古曼是除了名的乖巧能干 很有灵性 灵力十足 功效招正天才 招人员 招生意 助事业 增加赚钱机会 避小人 避险党灾 保平安 看守家宅 学院成院等等 如果您想恭请古曼或国牌 可以联系我们微信 8385813 欢迎订阅本频道 了解更多佛牌知识